養和醫院深切治療科主任李慧全 今天是一個電台節目中指 該病房的人手情況不合理、不理想 護士病人的比例達到1比6 令護士無時間檢查儀器 又懷疑醫院有沒有測試警報系統能真正運行 但表示真實的原因需要等待醫院的調查 李慧全又指 後管鬆脫的事故並非罕見情況 2016年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 也曾出現過同樣的情況 又表示很巧合地現任廣華醫院行政總監鄧錦成 當時是屯門醫院的顧問醫生 批評類似的事故再次發生 是因為沒有吸取過任何教訓 李慧全認為這次事件有他的獨特性 事故發生在一棟新建的大樓中 將舊有的警報系統放入新的病房中 懷疑醫院有沒有測試過系統是否真正運行 認為遠方可能只是將儀器放入病房 沒有很認真地測試 他又指護士的數量不足 病房以親名護士照顧40名病人 護士病人的比例達到1比6 應用情況不合理、不理想 被問及病人處於有兩重門的隔離病房 有機會因為信號接收不良 醫院有沒有後備方案面對相關的問題 李慧全就表示 他現時在ICU使用的方法 是在病人的床邊和病房門口切對廣機 應用簡單又實用 至於病人是否真正需要入住負壓隔離病房 李慧全史 該病人患有開放式的肺結核病 非常需要負壓病房 解釋該病房設有衛生室和兩棟門 以減低傳播風險 但認為經過SARS和新冠兩個疫情 深切治療部應有能力處理具傳播風險的病人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 出席同一個節目中表示 事故令人失望 只監察衛生指數的機器沒有發揮其效用 導致病人受到嚴重傷害 他更認為事件發生在星期一 但就在昨天才對外公佈 時間上令人失望